好多想来巴马旅居的朋友都非常关心当下在巴马租房子到底好处不好处 我今天就结合我个人租房的经历和大家讲一讲 现在来巴马租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好,我是自在老王,目前在巴马旅居,请您关注 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巴马旅居一定旺季提前了 每年都是90月份才开始进入旺季 那么今年从齐月末开始就已经上人了 这是我在租房子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 大家知道,来巴马旅居的人基本上有两种需求 一种是有病来调养的,另外一种就是没有病来养生的 我就是后者,我是8月24号到的巴马 我就想在这里找个环境好的房子,转住一段体验体验 所以来之前我就锁定了长寿村 我租房子主要考虑三个条件 一个是安静不喧闹 第二个就是房子干净些 再有就是购物也太不方便了 我是8月24号下午4点多钟到的长寿村 到了之后我就在长寿村住了旅店 晚饭之后我就开始看房子 找房子过程中我才发现巴马租房已经是忘记了 因为好多房东都不接受短住 基本上都是半年起住,一年起住 我想先住一个月,体验一下子,然后再决定是否长住 这样呢,能看的房子就有限了 我利用晚上时间呢,一共看了六七套房子 结果都不满意 好一点的电梯房啊,根本就不接受短住 这些看的都是不堤房 不是房子老,就是户型小 再不就是采光冲锋啊,有问题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所有招住的房子都在临街的后几排 需要爬坡跟很多台阶才能上去啊 非常不方便 在长寿村没有找到满意的房子啊 是我意想不到的 也打乱了我租房的计划 后来啊,我就在街上啊 遇到后点人我就打听 问问他们都在哪里租的 结果遇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姐 她跟我说啊,不要住在长寿村 这里操杂啊,有点乱 她说她租的房子啊,比较好 是在六零屯,非常安静 一个月六百,不积房,挺宽敞的 尤其是啊,离买菜购物的破月村不远 走路二十分钟啊,就能到 这个六零屯啊,是我来之前啊 没有听说的 那么第二天,我就去六零屯找房子 沿途啊,经过了平安村,平寒村 也看了一些房子,还是一样 好一点的房子,不接受转租 差一点的房子,我还没看上 直到后来啊,到了六零屯 找到了这位大姐 只有她住的这小楼啊,基本上也满了 只剩下五楼和六楼啊,各有一套 那么在她的眼睛下啊 房东答应了我转租一个月 我就把五楼的那个房子住去了 关键是这个房子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下面我就让大家看一看我住的这个房子 这是五楼 一层两货啊 看这房子 非常长的 房屋极架非常高 你看那一进屋啊 一进屋左侧有一个尾声间 然后是 衣柜啊,电视冰箱 空调 关键是这房子啊,嘴架特别高 你看那衣柜顶到这个屋顶 还那么高呢啊 这房子嘴架足足有三米五两 比正常的楼房高 对面是 两个一米二的床啊,并在一起 然后 外边有个阳台啊 阳台有洗衣机 然后小饭桌可以在夏天跟外边吃饭 把它到外边风景 看看跟这里吃饭 还能看到外边的山啊,风景啊 后边是山 然后阳台的左侧啊 有一个厨房 这厨房是开放的啊 看这房子 非常宽敞啊 另外房领也很新 才两三年的房子啊 屋里都相对来讲卫生啊 比较干净 就是这么一个房子啊 一个月六百 总体来说啊 当下来巴马租房子已经进入了半季 和往年同期相比啊 房源有些紧张了 有很多房子都住满了 但是相对的看 坤月村那块还有很多房子 因为它本身房源就多 目前短租啊 基本上是租不到了 就我住这家 六楼还有一间空房 但是房东明确说了 不短租 要是半年以上长租 每个月是五百 当下巴马租房地价格行情是 不提房是五百到六百 电梯房是八百九百 甚至一千以上 你像坤月村上边的那个高屯 我去问了 都已经没房子住了 有一个电梯房 去年价格是 一面七百 两面九百 那么今年已经涨到 一千和一千二了 那都已经住没了 当下来巴马屡居住房 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当然了 这仅是我个人了解和掌握的情况 可能还有不全面 不准确的地方 我今天介绍这么多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